Ru 大家好 我今天的 topic 可能有些人可能 不了解說 今天的 topic 是怎樣 最主要是要把一些 我們傳統上會有一些 application 然後因為很多 call 其實他可能是用 C或 C++寫 你在 maintain 的時候會發生一些 就是當你程式越來越久的時候 就是越來越難maintain 然後你可能很難找到有人來接手 所以如果可以應用Python的話 那或許在maintain的時候 可以幫助大家更容易上手 好 那我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Syncan 然後長久以來就是一直在做分手持相關的女人 然後最近在Moria工作 最主要是做那個 可能大家有聽過是Firebox OS這個部分 然後如果有人對這Firebox OS有興趣的話 那我們也可以聊聊 那另外一方面的話 我花蠻多時間在做SVG相關的東西 這也是為什麼我今天會有這個topic 跟我製作SVG工具的時候的一些經驗有關 好 那今天的主題大概是 我先定義一下說什麼是Legacy Application 然後另外的話 我們會使用到Python的Engine 就是Cpython 所以我們一般用的那個Python Engine 它名稱就叫Cpython 然後另外一個工具叫Sython 然後這是幫助我們就是去 幫助我們把Python的Code 跟Native的Code結合在一起 那什麼是Legacy Application呢 這其實就是 我們會有很多很古早留下來的Code 譬如說 你可能有10年前 可能前人留下來的程式 然後中間可能經過非常多的Maintain 到你手上的時候 你可能已經完全搞不清楚 當初為什麼會有這些Code 所以這樣的Code 所以這樣的Code的話就會有蠻多問題 譬如說像這樣的Code 這個當然是比較誇張 就是R70的Code 然後你當然要去Maintain 以現在的人說要去Maintain這個的話 其實困難度會蠻高 那這有很多種原因 一來說現在人對這樣的語言 可能不是那麼熟悉 另外一方面是 當時在那個時空背景的那種軟體設計的 對架構的設計的思維 跟現在的話也會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以現在的人要去理解過去的人 所寫的Code的話 其實也會是一個蠻痛苦的事情 那當然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不是到這麼極端的例子 那今天討論的會Focus在一個軟體 叫Inkscape 那Inkscape的話大概是長這樣子 那可能蠻多人用過 這是一個Open Source的軟體 它可以幫你 它是一個繪圖軟體 我稍微demo一下 然後 然後 那在所有的東西 其實它就是一個 相應化的一個物件 所以你可以在 畫完之後 然後再去操作它 比如說放大縮小 好 那它是一個這樣一個軟體 那這個軟體的歷史其實也滿悠久 它經歷過三個Team 然後就有一個勉強的工作 然後才到今天的樣子 然後他 據我所知 好像最早已經在DOS 好像是Mac上面就已經有出現過 出現這樣的東西 然後後來改了一個Project 就是原本的作者 他不mainten 然後就有人就把他接下來 後來這個Team 做了一陣子之後 大概做了幾年之後 然後決定又不 maintain 結果又有人把它拿出來 maintain 所以就經過三個不同的 team去 maintain 所以裡面甚至有一些 name 一些 symbol 的名稱你會發覺 怎麼感覺跟現在做的東西好像不搭 整個搭不起來 然後會有好幾套的那種 symbol 所以這個在 maintain 上的話會蠻大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當初的想法是說想要把這樣的一個軟體改成像這樣子 那差別其實兩個差不多 差別是在上面多了一排工具可以用 就包含是 因為這邊原本他是做那個靜態的畫面 譬如說靜態的繪圖 那我們希望可以把這個靜態的東西再變成一個動畫 所以會需要增加一些動畫的東西 就包含 譬如說像這邊的一些 timeline 的東西 然後增加一些 layer frame 然後一些 state machine 的東西 可以去控制動畫的運作 那原本他是透過用 C++ 去 implement 那所以說如果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一定要有人去把這些 code全部看懂 那我剛才講過這些 code其實非常難懂 所以如果要用這個 以這個 InScape 為 base 去改出我們要的工具的話 那勢必很難找到人可以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像這樣的話就是你有很多問題 譬如說你的 code就是非常多 像 InScape 的話可能 我猜應該有二三十萬行吧 那它的 code非常多 而且有很多 你要追究它的歷史的話 有些也可能很難追究 所以你要在讀它的時候其實很難讀懂 好 那我們的想法是說 那為什麼不試試看 就是用 Python 跟我們 native code 結合在一起 這樣 這個做法是這樣 是說 然後我們把 Python 的 Engine 然後嵌入到 InScape 裡面 然後讓之後我要新增功能的時候 我用 Python 來寫這些新功能 然後跟原本的 native code 互通這樣子 那我們就知道 Python 它其實就 本身就可以用 native code 譬如說用 C 去寫它的 extension 寫它的 module 那我們只要透過這些 module 把它 export 把那個 InScape 的功能 export出來之後 那我就可以 在那個 Python 這邊去 加新的功能上去 好 那我們做法的話就是 我把那個 C 拍上的 Engine link 上去 那這個link 上去的話 其實有 有些事情必須要做 那首先當然你需要先去了解一下 InScape 它到底是怎麼運作 然後找適當的點去把它 就是插入你的 讓你的 Python 可以 initialize 起來 因為 Python 這個 language 有話 它 long time 需要有一些 有一些 data structure 或者是一些 系統的資訊必須要讀 OK 那我們就先看一下就是說 怎麼樣 去呼叫 Python 的 code 好 那我這邊不 不仔細講說 InScape 這邊是怎麼樣去把呼叫進來 那我們就假設我在 InScape 裡面 我已經找到一個點 然後這個點我可以開始做 Python 的 initialize 譬如說 main function進來 可能 run 到某個階段之後 我就把 Python 的 long time 初始化 讓它可以開始運作 那其實做這件事其實還蠻簡單的 其實你只要 run 這一行就好了 就是 py initialize 那你只要這一行的話 就把 Python 的 long time initialize 然後接下來的話 那你要 當你 Python 的 code initialize 的話 那你會想說 你 Python 應該說你 Python engine initialize 完之後 你也會希望你可以 run 一段 Python 的 code 然後可以做 讓你的 用 Python 寫的一些 component 也可以被 install 進來 或是 initialize 進來 像剛才這邊 好 那我 假設譬如說 我就是要插入這些 畫面上的這些 UI 的 component 要插進來 那我一定要有一個地方 讓它可以 可以在 Python 的 code 可以被呼叫起來 然後做這件事情 好 那 這是下面這邊要做的事情 OK 這就是這一行要做的事情 這個就是把一個 module import進來 就相當於我們在 Python 裡面 做 import的動作 那 import的時候 你給它一個名字 一個 Python 的那個 module 的名稱 像譬如說我這邊的話 應該是叫 叫什麼 這個應該是叫 p1 inc 好 那我就會看 我們就可以看到 譬如說 p1 inc 好 這個 module 其實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我就是把這個 module load 進來 那這個就跟你一般的 module 是長得一模一樣 只是我是在 native code 那邊 把它 load 進來 那 load 進來之後啊 我這邊會從這個 module 裡面 因為它 load 進來之後 它會 return 一個 module 一個 module native module 那這時候 你可以在這 module 上面 get一些 attribute 比如說我要 get一個 attribute 叫 star function 好 那這個 star function 就會 會取得這個 py inc star 所以那個 star function 它的那個其實就是一個字串 然後就是這個 py inc star 那就會把這個 function 的內容傳回去 那個 object 傳回去 所以我們這邊就會取得 這個 py inc star 這個 function 其實就是跟那個 python的 function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去執行它 所以我們就先做一些檢查 檢查說它是不是 callable 就是若我們預期的 它是一個 function 就是做一些那個 precondition 的檢查 檢查完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去呼叫 呼叫它的話就是這一行 p1 object call object 那這一行的話就會去呼叫我們剛才的 Py inc star這個 function 然後後面其實是參數 因為我沒有傳那個參數 這邊就是弄我這樣子 好 那這行被呼叫的話 就是這時候它就會進入到 執行這個 function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這邊 我這邊開始其實做一些 initials 像我這邊先 connect一個 event 因為我們可能有一些 event 需要知道 譬如說我希望說 我這邊開一個新的文件的時候 譬如說我開一個新的文件的時候 我要知道說 我有一個新的視窗被打開了 那這時候我就要趕快 在這個視窗被打開的時候 我就要把這些 button 還有這些元件 UI上原本沒有東西都把它 趕快把它insert進去 然後讓那個UI看出來 看到的時候 就是一個完整的 譬如說 Demo一下 你會看到這邊一打開的時候 它馬上就會 一樣就會把這些 button 還有一些元件群物把它insert進去 所以就是我們要透過這些 callback 就是我們 register一些 event handler 然後這些 callback 然後來做這些 hack 然後把我們要的東西把它插進去 這樣子 好 然後接下來的話 就是你這個 這個event的話 其實是 後面會講到說 我把inscape的一些 event export到 python這邊可以去使用 然後還有一些component 後面會介紹到 然後這個extension的話也是 一樣就是 我們用python寫的call 它這邊就很簡單就是initialize這個 function 然後進來就是在註冊一些extension 這個extension其實就是 就是我們如果用過inscape的話 你會發覺它有一些extension的功能 可是它extension的功能其實非常非常的弱 就是它其實是把 因為inscape它輸出是svg 那svg是那個sml的那個format 所以它會把整個sml的format 變成一個字串 然後倒給你 然後你修改完之後 再傳回來給它 再重新建整個那個tree 所以就會效率會非常差 不過我們這邊做一些改進 我們直接去讀它的object的tree 那我就不需要做這種整個svg的動作 效能會好非常多 好 那我這邊就是去register一些extension 然後當我在inscape這邊要使用的時候 它就會直接來呼叫這些extension 譬如說我isport這邊 它其中一個是save us 它下面有一個fileformat 那原本的fileformat其實沒有那麼多 然後我加了一個 譬如說 我加了一個 譬如說 OK 我加了這個 叫svg加bbox 那這一個的話就是 在原本的svg 這個inscape的一般的svg裡面 再加一些資訊 就是 譬如說我畫了一個object在畫面上 那這個object它的bundary bus 就是它的外框大概有多大 那個外框一般是不會顯示出來 那譬如說我們剛才看到這個 好 我們看到這個虛線這個部分沒有 就是它的外框的部分 它平常是不會顯示出來的 那這只是用來計算說 它大概的範圍是在哪邊 這個就叫bundary bus 所以我把這些 額外的資訊export出來 在做一些動畫的時候 會 在計算 譬如說碰撞或什麼時候 可以做一些optimine 然後比較容易去update整個畫面 那這個就是 為什麼我會加這些extension的原因 好 那這邊的話 就是用到一些我從 就是 像這個pyb extension這個 其實就是 我幫那個inscape 把inscape的一些feature export成python的一個native的module 那所以我可以直接這邊 把import進來使用 去呼叫 那這是python去呼叫那個 python呼叫那個 應該是說 從nativeport去呼叫python的方法 這就是說 我從 我現在有一個現成的 譬如說inscape這樣的軟體 或是說你有一個 引音播放程式 然後你要 原本是用吸血的 你要加一些新的功能 那你想要用python 那你要 就是要用python 寫一些feature 一些function 然後透過 那個你的native call去呼叫他 這是剛才講的那種方式 那我們接下來要講的是 反過來 反過來就是說 你要從python的call 去呼叫西加特的call 因為你有時候 你python不能單純只提供功能 你有時候可能要反向過來 去用你原本現有的 現有已經始作完的一些feature 譬如說像剛才這邊 譬如說我python的call可能會加一個 譬如說在動畫的時候 我會自動去操作這個東西 譬如說前面這邊 太耐在動的時候 那我會希望說這個 這個object可以跟著一起被移動 這樣子 就是隨著時間移動 那這時候我就要反過來 反過來用inscape的一些feature 譬如說去改這個object的一些attribute 或是什麼 那這是呼叫西加加的程式 那我們使用的 因為這個 你要把native call 包裝成python的那個module的話 有很多方法 那我就 就我個人來講 我覺得最簡單 那這個工具 那這個工具的話 其實有點像是一個call translator 它就是 它有一個特性就是說 它的語法跟python非常接近 對 跟python非常接近 非常像 所以說你可以用python的語法 然後寫你的native call 就是寫一個native call的rapper 然後轉換 就是它會自動把你轉成 一個python的native module 然後再用這個module 那這個 我們以這個為例好了 它這個 譬如說你有一些native的function 你想要使用這些native function 那譬如說 我 以這個例子的話 我把inscape裡面的一些native的東西 native的function insport出來 變成一個module 那我就是先宣告 比如說 c define 然後 就是說 它在使用的時候 去include這個header include這個header 接下來我就去宣告這些header裡面 我所要export出來的function的prototype是什麼 OK 那 接下來的話 這個是叫pxd的檔案 那就是宣告就是native的function 或是struture 或是type的樣子 接下來的話 我會有另外一個去使用它 就是 這一個是真的 真的會產生一個native的module 然後 它內容其實就是這樣 它是 這個全部都是 篩上自己的語法 它其實跟一般的python長頂目一樣 譬如說這邊有一個class 然後define 什麼 那唯一的差別是在於說 譬如說這邊有一個class 可是你會發覺它前面加一個c define 就是高速篩上說 這個部分的話 不會被 拍上的call 沒有辦法被拍上的call呼叫 然後只會被nativecall呼叫這樣子 或是說 塞上自己的call呼叫 那這樣的話 它可以做一些ultimile 譬如說一些type的check 或是什麼 所以我這邊可以 譬如說 我這邊這個參數 我就前面 你會發覺它前面多宣告了 一個就是說 這個參數其實是一個bis 就表示說它是一個bis array 它會 我可以多做一些宣告這樣子 然後 譬如說前面這邊 好 這邊也是一樣 就是我有一個參數叫view 那它type是pyview 所以它在一開始呼叫的時候 它會幫你做一些檢查 然後裡面就可以根據這些type的info 去做一些ultimile 然後轉成c++的call 好 我們剛才看到說 我有一個叫 剛才我們有宣告的一些 就是native的function 然後想要被 就可以被這邊使用 那使用的方式 其實就是用c import這個指令 這個其實就看起來 你看這邊它其實都跟那個差不多 就是from什麼東西 然後import 就是import變成c import這樣子 好 那這邊就是我們剛才看的那一個 其實就是pyb instance 這個就是inscape的這個module 那所以就用c import這方式 把那裡面的一些資訊全部帶進來 那你就可以在這個module裡面去使用 這邊 這裡面所定義的一些type 一些function或是一些type 譬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看個例子 它有一個叫inscape dialogue 像這個其實就是它其中的一個function 就是我們剛才從import進來的這個嘛 pyb inscape 那裡面就有一個function 叫inscape refresh display 然後塞上這個工具就會根據我們全面宣告的 就把這個東西幫你做處理 然後轉型成那個native code可以接受的 譬如說我們剛才以這個為例 inscape refresh display 就在這裡inscape refresh display 那這邊它會 這邊就宣告了第一個 它第一個傳說應該是application的point 那它就會幫你做轉型 所以就這樣它就可以幫你兩邊把它接起來 你就不需要自己手動去寫那些module 那我們也可以看一下說它產生的module 大概長得成什麼樣 好 這就是它實際上產生出來的code 其實是C++的code 就是剛才我們有一個pyb inscape.pyx檔案 然後用sizen它就會自動幫你產生 如果你自己寫的話就是會有那麼多code 這個兩萬多行 但我們手寫的話不會寫到那麼長 不過就是它幫你其實就是幫你省下那麼多事情 你就用inscape類似python的語法 然後去做一些描述 然後去寫 它就可以幫你轉 那實際上 你其實把 直接把 python的module放進來 然後直接rename成pyx的話 然後讓它去轉的話 大部分其實它都可以直接轉 除非說你用到一些很特殊的一些功能 不過基本上大部分它都可以直接幫你轉 轉成一個native code這樣子 好 大概 主要大概就是這樣 我再稍微demo一下說 這個做出來的東西大概是怎樣 譬如說我在這邊加一個 還有一些 這個形容來的 拿到這邊 在這邊 居然 有一些 一些 的 然後我這邊可以幫你 OK 它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就是時間到的話 它會幫你 extend 然後我這邊再 再一個比如說 OK 它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大概就類似像這樣的那種簡單的一些動畫工具這樣 好 那 它這個的話就是用剛才我們講的這些技術 就是我把一些 Inscape的一些功能 export出來 變成Python可以存取的 然後在適當的時間點 就是在MemBunch進來 你弄到譬如說 Inscape已經Initialize到一個階段之後 那你在這時候去 Initialize Python的 Engine 然後Initial完之後你再去呼叫你 用Python寫的Initialize Call 然後做一些Callback 就是你去install一些Event Handler 然後一些Callback 那你就可以在適當的時機 把這些Function給叫起來 這些Python的Function給叫起來 然後你就可以實作這些東西 好 那 大家對 這個有疑問嗎 請問你用那個SizeOn的話 它那個應該只能用那個C的Import C的那個Export function方式吧 如果說你那個C++的話 有那個NameMengaline的那些 比如說你要把它那個ClassMembrerFunction 去Export出來的話 應該好像就比較有麻煩對不對 對 其實它可以支援一些基本的Namespace的一些功能 但是它可以支援一些的Namespace 那其實它可以支援一個C的Namespace 但是它可以支援一個C的Namespace 可是就是包含class或是C++Namespace 那可是其實它沒有處理的很完整 所以有一些Workaround就是說 比如說你用先加一個C的Header 然後用TypeDefine 或是用Define一個Macro的方式去Workaround掉的樣子 那它也就是說 比如說它只能支援大概一層的Namespace 我記得好像是一層的Namespace 那如果你要第二層的那個Namespace 比如說你一個Class 在另外一個Namespace底下 然後你要SS裡面的方選的話 可能會有問題 這時候就要用我剛才講的一些技巧 那還有就是說 你剛才這樣子的話 那個SizeOn裡面的話 那些Function的那個Head的宣告的話 你都是必須把那個 先用那個C的把它包 把那個C++把它包起來的話 然後你再Copybook 把它Copy到那個SizeOn的那個File裡面 沒辦法類似像Include的 SizeOn有沒有類似像Include的那種方式 就是Include的C header file 這部分它沒有辦法這樣做 所以它你必須像這個這樣子 其實這個部分其實就是 我從原本的Header file裡面 CopyPaste的過來這樣 所以你還是要多做一道CopyPaste的手續 還有其他的疑問嗎 好 好 如果沒有的話 請問一下 最後 請問一下 用C3寫的call可以讓Cpython去call嗎 Cpython 可以 不好意思 你再講一下 用那個Cython寫的call 可以嗎 不好意思 你再講一下 用那個Cython寫的call 能夠再讓Python去call嗎 讓Python去call嗎 可以 這個 這個 其實是用Cython寫的 然後 我只是把 當成一般的Native module 把它Import進來這樣 你再講一下 你再講一下 後面 這邊 我想問一下 這個 Cython 跟 你們有比較過Cython 跟Swig的extension 兩者的差異嗎 還有Performance的差異嗎 不好意思 其實我沒有去比較它的 Performance的差異 那我 我唯 就我的選擇的基準是在於說 它到底在開發上的難易程度 大概是怎樣 然後很明顯就是Cython 看起來就是其實比較 對我來講 至少對我來講是比較容易的 當然Cython有一些問題是說 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它版本變化的時候 有時候那個語法 會稍微有一些變動 所以這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所以這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那Synker我想問一下 那我平常比較少學習 那我想要了解 就是Cython它最近的發展 或是未來的發展 有 你知道有什麼樣的規劃 或是他們有什麼 你意思是說Cython嗎 其實Cython的project 其實我involve不多 可是就是因為其實我第一次使用到現在也差不多 是應該有超過三年 那一開始的時候 我是覺得說 這個它的東西 感覺不曉得會maintain多久這樣子 那後來發覺其實好像這幾年下來 它的update感覺還蠻穩定 有一直持續在一直開發下去 那當然他們其實最近也有針對 python3的那個support這樣子 所以我相信應該這個project 目前看起來算是一個比較穩定的project 應該會一直maintain下去這樣 好 OK 謝謝 那 我們 還有問題嗎 那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謝謝Cython 謝謝大家 我今天會帶來我們今天講 謝謝